嫂子 小雅你怎麼來了 我來找我哥有點事 小雅越來越漂亮了 謝謝嫂子 嫂子那我哥在不在家呀 阿龍你妹妹來找你了 嫂子那我先去找我哥了 哥 妹妹你怎麼來了 哥我來找你有點事 哥那走咱們換個禮物說 老婆你出去跟我們說的事 好去吧 小雅你長哥有什麼事 是這樣的哥 我想給咱爸媽買他房子 咱爸媽不是有房子嗎 咱們還要買 這不是你大部分時間都在嫂子家住 我住的地方又離爸媽太遠不方便 然後正好我家對面有個房子要賣 價格也不高我想把它買下來 然後把爸媽接過去這樣比較方便 這樣也挺好你把爸媽接過去住 到時候平時你們還能在一起聊天什麼 哥我也是這樣想的 那你現在還缺多少錢 缺的不少呢二十多萬 啊怎麼缺這麼多 是啊哥怎麼辦啊 妹啊哥現在上班也就三年 美容業工夫也就兩三千 哥所有的錢吧都在你嫂子他那 你說我現在跟他要他也不給啊 那你去要要試試吧 行吧妹那你在這裡等我一會 我就問他要要試試 好 哎老婆啊 怎麼了 我想給你三年點事 什麼事啊 老婆啊是這樣的 我妹妹幹好一套房子 她想把它買過來 讓我爸媽過去住 哦 你妹妹啊可真有錢 我記得她結婚的時候買了一套 這怎麼又要給你爸媽買啊 你看我們家住了這麼多 是不是也應該換一套啊 老婆就當我店裡的行不行 到時候我再還給你 話什麼話 行了不跟你說了 我去拿吧 妹妹給你 謝謝你啊哥 沒事都是一家的 再說這也是我應該做的 不過這卡裡也就五萬多塊錢 沒事哥 我再一點一點的臭吧 行也只能這樣 那你趕緊回去吧 路上注意安全 沙發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